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发一个视频就是阴阳的实际在黑手当中的应用 讲了一个阴阳的心法 就是我们在阴面抱着一个大石头 这个大石头我去创那个人是黑手中的应用 你自己去试验一下好不好就行了 那么其实呢这个阴阳的里边呢 还有一种说法阴松阳紧关于这个问题 这个大家都听过 就是我们的阴面 这一面是阴面 阴面 这一面外面的面是阳面 对不对 那么阴面和阳面 关于松阱的问题 说是阴面是松的 你看我们前天的视频是阳包阴 正面后面是背面呢 都是阳面 前面都是阴面 那么这个阴面里面阴面都松了 我们整个阴面是往下松下去 是松了 阳面是紧的 这就是阴松阳紧 就是松紧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说的问题 就是很多朋友 学习太医圈的朋友 就是看到这个紧啊 他就认为要用肌肉的力量 我们不是说阴松阳紧吗 那阴面是松的 那阳面就要 就会不会就是用要紧呢 他感觉到呀 他阳面 真正阳面 他一紧啊 还真好用 但是 今天我想聊的 对阴松阳紧的看法 我认为 这个阴松阳紧 我们的后前面的阴面 是全部是松的 那么我们说 太极拳要松开 松透 松近 松空 那怎么还有紧的地方呢 这个我说的 最注意的 今天聊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你要听出来 就是我们明格聊太极 我们不谈理论 我们只谈这个实际 这里面是阴面的话 外面是阳面的话 那么 关于什么是阳面 什么是阴面 昨天和前面的视频 讲得很清楚了 对吧 那么这个阴松阳紧的话 那么阳面是紧的话 我们在练习的当中 如果你误认为 我这个阳面是要紧的 你看我背部是要紧的 肌肉都拉紧 推手的时候 你感觉也很好用 但是 这种练法是错误的 它错在哪个地方 它就错在 它把这个井 理解为肌肉的井 这个肌肉的井 你要如果 照这样的练习的方法 去练下去的话 就会进入到 另一个陷阱 就叫什么呢 就叫 僵死肉 就是什么僵死的肉 也就是我们在明哥聊太极前面有一个视频说 刚柔并济 我这个动作 刚柔都有 有刚有柔 看上就是弹簧力 有刚有柔 感觉很好 这个方法很好 用也很好 用练起来也感觉 舒服 其实它是错的 错在哪里 那么我们以前在明哥聊太极里已经多次提到太极前辈大师李亚轩说的 我们穷尽我们的毕生的精力放松都还怕 担心松不透 松不完 松不进 松不开 你何况你还保持着一点紧 一点刚一点柔都有在里边 那么这里边呢 就容易练成一种僵死肉 这种僵死肉它影响人的灵敏度 它影响人的灵敏度 那么 所以大家看到阴松阳锦或者听到阴松阳锦的时候 一定不能把这个锦理解为是真的锦 这个锦是什么 是松的锦 松开的锦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松 阴面是松的 阴面松外面是称 所谓的称暴 这个称暴 并不是用身体的肌肉去称暴 而是当我松开的时候 松开的时候 我在松的过程当中 把后面的筋膜 怎么样 都拉紧了 这个拉紧不是你自己用肌肉去拿的 而是在松的过程当中拉紧的 是松紧的 这个松紧它不是真正的紧实际上它还是松 这一点一定要明确 如果你不明确这一点的话 你就会陷入到原来我们讲的刚柔病剂那个问题上去了 这个呢 而且这个问题会影响到 几乎所有的几乎 绝大部分胶拳的炼拳 他都这样认为 实际上没有该紧的地方 太极拳是没有该紧的地方 全部要松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练习的当中 在练拳的当中 在特殊上一定要全部松开 它扬面看上去是紧 感觉是紧的 实际上是在松的过程当中 由于筋膜的拉长 它是紧的 但是这一种紧是松 像这个松松越松越长越松越长 就长了一定的程度它紧了 这个紧不是我们肌肉去撑紧的 如果把这个地方把它闭脸掉以后 那么你的太极拳就会越来越进步 如果像我前面讲的刚柔病剂 和今天聊的这个阴松阳井 阳面井如果你是肌肉的井 刚如病剂如果你是真正里面有刚有柔 那么这时候你的太极拳 它在这个水平上永远都不会进步 我指的这个进步它进步到什么程度呢 它永远都不会进入到阶级神明这个阶段 我们说太极拳不是有一句话叫 招蜀懂静阶级神明 那么招蜀懂静 我们这个井你中间有井你就懂静了 但是你虽然懂静 但是你不能阶级神明 为什么不能阶级神明 因为你中间有井有种 有钢有种 这个钢这个井在里面 去练成一种死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如果你永远按照大松大软的方式 永远练下去 你才能够跳过这个阶段 进入到一个阶级神明的阶段 那么阶级神明也是有层次的 你阶级神明 那么有人一定会问 那明哥你有没有到阶级神明的阶段呢 我是一个没有功夫的人 我也不是说我就是天下第一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讲的就是 我们向阶级神明的这个阶段 迈进的这个路子是对的 你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你就无限的接近这个神明 也就是我们讲的虚无的状态 天人合一 虚无 无我无 没有我也没有无 没有我也没有天 任何东西都没有虚无的境界 你才能够得道 所谓讲它是道家的东西 我们说得道 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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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得道有个小故事 就是说那个在 说问一个得道的高僧 你得道之前干什么 得道之前 砍柴 挑水 煮饭 那么你得道之后干什么呢 这个得道的高僧就说了 我得道之后 就是 就是 还是 砍柴 挑水 煮饭 那么它不是一样的吗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得道的高僧是怎么说的呢 得道之前 砍柴想着挑水 挑水想着煮饭 得道之后 砍柴就是砍柴 挑水就是挑水 煮饭就是煮饭 这就是得道前和得道后的区别 道理的道 大道的道 那么 得道前和得道后 那么我们练太极拳 要想进入到阶级神明的这个阶段 你必须要避免走进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就是刚柔病济和精松阳景象 这一类的问题上 你把景致认为是必要的 那么你在这个阶段就不会再进步了 你不会再进步 你的灵动就会受到限制 你的灵动受到限制 我说灵动就会受到限制 你的灵动 因为你没有全松下来 你中间有一层井在里面 那么这个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东西 这个 希望这个太极拳水平达到了这个程度的人 你把那个一丝丝井都要的放弃掉 然后把它接着大松大柔去体会 向阶级神明的方向迈进的这个方法 那么今天关于阴松阳景的问题 我们讲的核心就是关于阳面是景的 不是你看我这 我阳面是景的 是错 错在哪里 你是自己撑紧的 不是松紧的 你看我一松是松紧的 这个松紧的和 本来我这个后背的这个皮 是这么长的 我一松它这么长了 它长了它就紧了 不是这个肌肉是没有用意识去指挥这个肌肉 奔紧的不是 这一点一定要大家要注意 好那么今天就聊那么多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收藏关注 谢谢大家明天再会